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7日星期二 今年六四是33周年 本来是没有什么大事件的发生 政府方面没有什么大动作 民间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但是却因为一块小小的蛋糕引发了轩然大波 成为了一个大事件 六四33周年的大事件 这件事是说在中国有一个网红直播 直播一哥叫李佳琪 跟另外一个人齐名叫薇亚 薇亚是个女的 都是带货直播数一数二的龙头人物 网红一哥一姐 因为去年习近平要国际民退 要去搜刮民财 充施空虚的国库 对薇亚说是税务重发 导致薇亚几乎是垮了下来 李佳琪挺立 但是今年六四前夕 六月三日的时候 李佳琪直播一哥 网红一哥 他在做直播的时候 助理或者是旁边的人员端出了一个坦克造型的蛋糕 这块蛋糕很不同 坦克造型 结果站在谈的时候 直播突然中断 然后李佳琪的工作室跟网友发布 说后台出了技术故障 让网民莫名其妙都等着判他恢复 结果也没有恢复 后来在工作室又说是由于一些原因 恐怕要暂停一下 结果这一停下来就停了几天 一直停到现在 6月3日停到了6月7日都还没有解决 就是网络直播这个频道好像关闭了 或者说这个播主不见了 消失了 人们就议论纷纷 都问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个网络直播本身是2000后直播的李佳琪 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坦克会联想到什么 另外他的观众要么是00后 最多都是1989年之后出生的 都是90后 00后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围观这个频道主要是为了购物 甚至很多是女性 他们完全没有想过政治 结果也迫使他们去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个直播组不见了 为什么直播中断了 那么就谈到这个蛋糕 就谈到说是不是有敏感的日子等等 这反而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潮 网上议论纷纷 而且不仅议论纷纷 现在扩击到国际上 国际各大主流媒体都纷纷的报道 像美国就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这个事情 包括CNN 还有华尔街日报 还有彭博社都纷纷的报道 而且国际上也发出了种种非常困惑的不解的议论 这些议论也充满了一种反讽 所以有的外国的评论家就说 中国共产党当局让外界非常不理解 他们不是要人民忘记那个日子 忘记那件事情吗 但是他们却没有装作这件事不存在 而是认为这件事存在 不断在提醒人们 以不同的方式提醒人们那件事情的存在 所以这是一个悖论 实际上这件事情的悖论就是造成了好多个悖论 一连串的悖论 实际上对这个主播来说 现在有一个网上有著名的评论 有一个评语 就是说你作为岁月静好的网红直播 本来你不需要知道一些事情 但是你想做直播 你就必须知道一些事情 就是原来这个跟政府的本意相反 政府的本意是不想让你知道 你最好不知道 结果怕你在直播中出错 或者是所谓政治不正确 结果你就迫使你去知道那个事情 这样网红直播你必须要无所不知 对历史事件 对敏感日期 对198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必须知道 你不能成为一个单纯的人 所以有的国际媒体就说 李佳琪这个网红一哥所做的事情 本来是中共希望的事情 就是忘记他 不知道他 那李佳琪很可能就是不知道坦克代表什么 或者说知道的话也忘记 应该是不知道 但是中共突然断播 并且找他去乐谈 可能就迫使让他知道 比如说中共的这些公安 国安找他乐谈了 中断了 找他谈话 他可能莫名其妙 怎么呢 说你展示了一个蛋糕 展示了什么造型呢 坦克 坦克不就是个玩具吗 那你知道这个联想了什么 不知道 什么日子 我说6月3日直播 6月3日第二天是什么 是什么日子 不知道 那国安就被迫给他上课了 6月4日是个敏感日 怎么敏感呢 89年发生了什么 结果迫使网络直播主李其红去了解 这是对他的层面要去了解 但是对网民的层面 那就是非常震撼了 网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知道为什么他们最崇拜的 他们的这么3千万粉丝 有的说1.7亿粉丝 这些粉丝要知道他们最崇拜的直播主 突然为什么节目中断了 为什么不见了 要了解 说蛋糕被封杀了 蛋糕出了问题 说坦克 那坦克怎么了 坦克说 涉及了敏感日 什么敏感日 就了解了 6月4日是敏感日 那进一步了解 6月4日为什么是敏感日 是因为33年前 1989年发生了什么 六四大屠杀 大屠杀之前发生了什么 是持续两个月的民主运动 遍及中国300多个城市 每个城市数十万人 上百万人 持续两个月的民主运动 呼吁中国民主 结果中共出动军队 数十万的政府军屠杀 结果使中国这个中华民主这个国家 跟一个民主的中国实之交臂 交臂而过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遗憾 重大的历史悲剧 中国一直要封杀 千方百计的封杀 让人不知道 通过这种询问 要找到他们的直播主为什么消失 节目 反而让这3000万人 让1.7亿人就知道了真相 这反而是一种觉醒 倒过来 他们还必须翻墙 到墙外去了解 如果在中国了解不了 同时 他们可以私下议论究竟发生了什么 说这是对一代人的教育 一代人的觉醒 也就是说今年6月4日 六四33周年 最大的事件就成了这个事件 蛋糕事件 坦克人蛋糕 坦克蛋糕 或者说网络直播事件 网红一哥 李佳琪消失的事件 最后就成了今年中国共产党对六四最大的贡献 就是六四33周年 本来说没有大的波浪 或者说波浪不惊 但是中共自己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波浪 就是一块蛋糕 唤醒3000万 1.7亿人甚至有可能更多 因为这成了海内外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 最大的一个话题 也且带动了事件各媒体的反应 这件事情反过来就说明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我在6月4日当天在演讲中提到的两句话 我说中共要人民忘记这个日子 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忘记 那就是他们关闭天安门广场 彻底的关闭 连预约参观都不准 天安门广场都空空荡荡了 但是以疫情玩由彻底关闭 另外关闭北京和天津的高校 莫名其妙的风效 疫情为由 第二 我说中共要让人民活在恐惧之中 但是他自己却更活在恐惧之中 这就可以看出中共这些三倍缸 五倍哨 草木皆兵 胆战心惊 这么一个场面就是他们真正的恐惧 比人民更恐惧 他们要通过维持一党专政 通过大屠杀 保持他们的一党专政 保下红色江山 让人民活在红色江山 国家恐怖主义的恐怖之下 但是坐在中南海的那些人就像坐在炉火上烤一样 坐在火山口一样 随时都陷于恐惧之中 他们的恐惧比人民更多 甚至是十倍 百倍 千倍 因为人民可以不知道 没感觉 照样过日子 但是中南海的人不能过一般的日子 到了这一天或者这一天的前后 必须紧急的动员 公安 国安 便衣 特务等等 三不一缸 五不一哨 简直是如临大敌 如临深渊 战战兢兢 好像随时要垮台 随时要完蛋的一副景象 另外一个道理 那就是塔西托原理 塔西托原理就是说一个政权上市了幸运之后 你不管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你都得不到好评 你做与不做 什么事情都得不到好评 都是负评 所以具体的运用 经过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给习近平的提醒 具体的运用就是出现了天灾人祸 你作为最高领导人总书记不要去天灾人祸的现场 你去也没用 你去的话说你是作秀 人们会看到你的各种表演的细节 群众演员 然后对你一顿的抨击 你不去的话就说你是官僚主义 是权力傲慢 是脱离群众 反正你两个都得不到好评 既然得不到好评 你就不要去 所以就出现了罕见的现象 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最高领导人不到天灾人祸的现场 哪里发生了洪水 哪里发生了大瘟疫 或者哪里发生了爆炸 跟他无关 河南发了洪水 他跑到西藏高原 世界无极 反往去避洪水 武汉发生了大瘟疫 他可以在北京去假装视察一下疫情 等武汉大瘟疫过了 他去了 去了之后在火深山医院还要假装冒充 不是火深山医院 旁边有一个职工 在疗养医院挂个火深山医院的牌子 冒充火深山医院 他到了 然后还在医院的外面通过望远镜 聊望童 跟里面的重症患者在说话 其实人物和地点都不对 完全造假 所以这就是塔西托原理的具体运用 同样道理对六四这件事情 对6月4号的敏感日 中共也陷入了塔西托陷阱 塔西托陷阱就是你这样说也不对 那样说也不对 这么做也不对 那样做也不对 比如说你要什么行动都不采取 你就不搞三不一纲 五不一哨 不搞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 就当成平常的日子 中共不放心 总觉得要出事 那万一人民聚集起来 万一要抗议集会 万一要纪念这个日子怎么办 所以中共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全国各地 特别是北京 还有高校封锁起来 天安门广场 所以地铁到处都是三不一纲 五不一哨 必须浪费大量的资产 耗费大量的国资民高 耗费大量的国库党库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做了这件事情 对人们又是个提醒 说看中共惊弓之鸟 草木皆兵 吓得要死 什么也没发生 他就胆战心惊 成这个样子多么脆弱的政权 同样道理 就具体了这个蛋糕 如果出现了一个蛋糕 是坦克造型 中共可以假装不知道 但是他担心不知道 这个会不会引起联想 这个直播是几千万人在看 上亿人在看 那大家看到一个蛋糕 看到坦克 会不会联想到六四敏感日 那会不会群情急愤 议论六四 所以中共就必须采取行动 他认为他必须中断这个直播 必须消灭坦克蛋糕 必须封杀这块蛋糕 这个封杀之后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事件 这个事件甚至不是十倍的放大 甚至是百倍 千倍 万倍的放大 成了一个重大的网络事件 舆论事件 而且成了重大的国际事件 一块蛋糕 反而让中共感觉到自己做了一个反宣传 倒过去宣传了六四 提醒大家有这个敏感日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塔尔西托愿力 就是中共做与不做 效果都一样 你不采取行动 他怕得要死 他怕出事 采取了行动 他更怕得要死 结果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风暴 所以中共就笼罩在舆论风暴之中 按理说出现了塔尔西托愿力 对一个政权来说就意味着结束 对一个制度来说就意味着失败 那么这个体制应该解散 政权应该结束 这个制度就算是无效失败了 喜新革命 重新做人 或者是顶故革新的时候到来了 但是你要硬撑着 所以你就陷入了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 看上去很强大 实际上很脆弱 泥足巨人 或者说纸老虎的形象 所以深陷塔西托原理的不仅仅是六四事件 也不仅仅是天灾人祸 最重要是政权 制度 一党专政 或者说某人的独裁统治陷入了塔西托原理 应该说是难以为继的表现 这个迹象就表示该了结了 该终结了 该结束了 不要呆细托蓬 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现在在乌东地区进入了巷战 俄罗斯似乎要以慈懒的力气 倾国之力 去攻占乌克兰东部地区 现在一个城市叫北邓内茨克 所进行激烈的巷战 双方都是每一条街 每一条巷的作战 甚至是肉搏战 俄罗斯似乎自在必得 不敢付出多大的代价 哪怕把这个城市异为平地 就好像马里乌波尔 90%的房屋都被倒毁了 只有10%的建筑还在那里 全部烧焦 一片平地 死伤无数 他要去夺取一片焦土 成了一个焦土战争 那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似乎是好像取得攻城略地 再扩大他的战领 要切割乌东地区 从乌克兰切割 乌克兰也奋起反击 适时反击 给俄罗斯重创 关键是 俄罗斯就在激烈的下战中 他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又有一名少将阵亡 这位少将跟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将军的名字相同 叫库图佐夫 原来跟拿破仑作战的时候 俄罗斯方面就有一个将军 叫库图佐夫 这个叫库图佐夫的少将 郑王 他原先是俄罗斯的第29军团参谋长 这次战争开始之后 成为所谓邓尼茨克共和国第一军团司令 他这次在被邓尼茨克进行战争的时候进入了乌克兰的伏击圈 乌克兰军队把他伏击了 伏击了之后揭灭 把他和八个人在内的人揭灭 揭灭了之后 他的尸体被装在一个塑料袋 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报告是这么说的 说唯邓尼茨克共和国第一集团军司令 图库佐夫少将 正式被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 就是原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用的词 号称自己的军事行动是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 乌克兰是新纳粹 宣称乌克兰有武装 对俄罗斯有威胁 要去军事化 那现在他的少将被打死 乌克兰就反讽说 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 因为你是纳粹分子 把你打死了 也去军事化 因为永远不能拿枪了 永远不能屠杀 乌克兰人民了 你死在那里了 永远闭上了你的眼睛 流尽了血 说这个少将被击毙是乌克兰军方击毙的俄罗斯 应该是第11名高级将领 另外还有49名的上校被击毙 说俄罗斯军方的指挥系统损失惨重 另外 俄罗斯还有一支军队叫35军 几乎全军覆没 他最早是从白俄罗斯进去河围乌克兰首都基辅 他就遭到重创 后来从基辅折走之后 又到第二大城市去参与围攻哈尔科夫 结果哈尔科夫被乌克兰解放 解放之后击退 他再一次遭受重创 然后他又退到乌东地区继续去打仗 结果现在说整个35军队几乎全部阵亡 所以剩下的可能只有十几个人 这个军单是说大概有万人的编制 最早是由三个陆战旅组成 但是普京这个人迷信 叫银级战斗群 叫银级战斗群 最后在这个军队重组进入乌克兰前线的时候 是划成六个银 叫银级战斗群 这是普京的所谓战术 结果这六个银级战斗群 几乎全部被打散 全部击溃 所以35军几乎全军覆没 假装还有一个编制在那里 其实根本就没有人了 从这一点可以证明 俄罗斯的兵源也很有限 他无法补充兵源 所以一个战争打到这么一个程度 你曾建制的一个集团军被打的 几乎是全军覆没 这个战争你按道理就不应该打了 你几乎是拿自己的国内来消耗 拿自己的家庭来消耗 就算你在某个局部上胜利了 那也是产生 根本不值一提的胜利 另外在俄罗斯国内 因为这个战争 对普京现在的消息更多 说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对普京极为不满 现在传出两个说法 说普京要么自己辞职被推 要么是被推翻 要么自己辞职 还有一个说法 可能就被暗杀 如果自己不下台的话 而且联邦安全局内部已经有动了杀机要暗杀他的人 这些人放出了风就说 暗杀了之后就说普京是因为心脏病或者癌症而死亡 然后对外宣布 说可怜的普京因为癌症或者心脏病而死亡 这样是可以让政权平稳地过渡 让社会不滞出现大乱 所以连这个计划都准备好了 对普京 另外一点就是西方的制裁继续的深入到俄罗斯的权力中枢 原先跟普京有一个演二人转 一会儿当总统 一会儿当总理 两人玩着圈 为了配合普京长期执政的一个人叫梅德威杰夫 当过总统 当过总理 也当过所谓的议长或者副议长 这个人 他的儿子原来是一个演电影的童馨 后来是住在美国 在美国还有加油站 还有什么连锁店等等 现在被美国下令48小时离境 因为你的签证被取消了 这个人叫伊利亚·梅德威杰夫 普京的女儿已经受到制裁 而且普京有一个小女儿住在法国巴黎 有一栋豪宅别墅 结果被当地的民族涂满了乌克兰的国企 都是蓝黄二色的乌克兰国企 他的别墅 就可以看出俄罗斯高层领导 就跟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格分裂 精神分裂 双重标准 对人民宣传是反美 反西方 但他们自己的子女儿却住在西方 像普京的女儿住在法国 梅德威杰夫的儿子住在美国 然后习近平的女儿住在美国 在波士顿 还在哈佛大学 又重新回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 但是在国内去大搞反美 反西方的宣传 所以用双重标准来定义他们已经不足够 应该说的是那就是人格分裂 精神分裂 这才是对从北京到莫斯科的独裁者最准确的说法或者定义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